学佛人要开心 活在世界上 我们已经太多的担心烦恼了 要活得开心一点 学佛越学越开心 那就是对的 如果越学越烦恼 越学越痛苦 那你一定走到偏道了 所以要开心 下面再告诉大家 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老板说 谁要敢跳进鳄鱼的池里 并活着上岸 我奖励他一百万 如果死了 我奖励他五百万 结果边上没有一个人敢跳 突然噗通一下 一个人跳入水中啊 只见他被鳄鱼追的 哎呀游得飞快啊 脸色苍白 拼命地游上了对岸 哎呀气喘吁吁地 接过了一百万 他怒气冲天地说道 是谁把老子推下去的 这话还没讲完呢 他老婆在他背后笑着说 是我 怎么拿 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 每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啊 关键的时候 女人能推你一把呀 记住了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还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我们人的气量 我们做人的气量有多大 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 所以不要再去报复 不要再去争再去斗 所以学博人要首先要懂得爱自己 爱家 爱社会 要爱自己的国家 爱国爱民 尊纪守法 成为一个学博人的榜样 成为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 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好人 学一天慈悲 就要用不争的心去生活 这就是我们人间的修养和禅定 谢谢大家